Hello 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插件的自启动 首先我们这边有个魔法是这个插件 然后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右键点击选择自启动 就OK了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看一下 我们放在这上面看一下 有没有有个绿色的打勾 那就说明你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关掉 重新打开SU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插件 魔法师这插件 就会跟随你这SU自动启动 OK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程内容